买了水果切盘回家发现哈密瓜竟然发霉了 有民众表示他在高雄岡山的一间水果行 花了近两千块钱购买二十几盒的水果切盘 不过其中的一盒哈密瓜的表面竟然已经发霉了 而且是已经吃下肚里才发现 还好身体没有异状 店家赶紧赔偿 也怀疑可能是因为碰到水导致发霉 另外在高雄还有另外一起消费纠纷 早餐店家贴告示提醒 商品菜单跟招牌上的价格不一样 但有女顾客想硬凹 凹不过就留下一心负贫 哈密瓜表面长了一团白色像棉花的东西 占了前端三分之一 居然都是发霉 民众表示在高雄岡山某间水果行 花了近两千元 买了二十几盒水果切盘 里面有苹果 拔辣和哈密瓜 摆回家才发现哈密瓜发霉 而其中一块已经吃下肚 看到这个我会满生气会跟店家讲 看有什么解决方案 好在吃下肚后身体没异样 后续跟店家反应也赔偿了整颗哈密瓜的钱 只是老板娘说客人预定前一天晚上水果才切片 为什么会发霉 怀疑是碰到水 就要放在容器上面 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有洗水 那个水会造成它的这样 同样在高雄还发生另一起消费纠纷 一份是十五元 它硬要凹成二十五元 现在的物价两片吐司十元 但一个十五 怎么想也不可能是二十五 早餐店业者表示一名年轻女顾客点了玉米总会 硬要凹价成二十五元 如乐五分钟 原来就是看了招牌价钱 那是三十五 它硬要凹成二十五 改很多次了 你也不可能一再一改再改 招牌上的价钱斑驳脱落 因为已经有二十二年历史 随着物价上涨 商品跟着调涨 店家也贴上告示 正确的价格请看菜单 但女顾客无法接受 还在Google留下一心负评 让店家相当无奈 只能说购买前 双方还是再三确认价格 才能避免纠纷 记者权料之远 高雄才有报道